我必須講油電有一個小小確定 就是 拍照酒 Yaris Cross 跟 Corolla Cross 它的個群 這個好像不能散 我偏要 最遠交到哪裡 金門 金門 錄影存在喔 錄影存在喔 所以它 它現在連後座的安全帶這些都有顯示 都會交喔 所以 Toyota的油電是我只要有聽到引擎的聲音 就是它的引擎也有出力 也有出力這樣子 那根根因為這邊有畫面 其實就可以看到 它目前的作動 你看現在踩煞車 它就在充電 對 那 基本上你有看到現在的轉速表比較特別有沒有 它不是有Charge Echo 跟Power嗎 你今天如果不是大腳的話 你在Charge或Echo的地方 其實大部分都會用電 對那當然大腳除怪 因為大腳它需要優出力 那它就會引進介入 所以它有一個數據是說 我時速到多少之前 都是有機會是可以存電 基本上我大概四五十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用電為主 嗯 對那很少會用到油 除非是大腳之類的 或者是電不夠了 對沒錯 就需要汽油來 對來輔助 我們Toyota的油電來說 是都會有電在做輔助 多跟少的問題而已 好 那我現在要問你一個就是 因為像我的理解是 油電車基本上是四驅比較省油 當然 因為高速基本上就是引擎在作動 但是我們的這個是電油會做輔助 它會輔助 對 所以跟Honda的是不一樣 因為Honda只要移到高速時速破百 它的電系統基本上就不會提供 那種邏輯是不一樣的 對尤其是如果你在高速裡面 你開自動跟遮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它的省油效果 會比其它的差很多 嗯 對因為我們腳我們在踩多多少少會 有時候踩比較重 對但是如果都給機器踩的話 它相對性會省更多一點 一定的 因為它不會超過嘛 對對對 因為我們常常可能為了維持時速 踩不夠就再加 沒有啦 加菜都用 應該是說為了怕不要睡著 所以又踩了一下 哈哈哈哈 真的 所以應該大家都是共同 共同話題嘛對不對 你開到一半開到快睡著 然後你剛剛講的那個我有經驗 哪一個 就是你說 根本不知道我怎麼開到那邊的 但是其實不是睡著 是你完全對這段路完全沒有印象 我就到那邊了 對對對 但是不是睡著啦 不是說真的睡著這樣 但是就是 突然可能一回過城來 欸我怎麼已經 老出炎了 台中到台南了之類的 還是要跟大家宣導一下 就是自動跟車再開 再進去 再開切記 盡量不要在超車道跟外線 對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你看這幾年那個 開高速公路自動跟車在用的人 其實他們都喜歡 在這種低端其實算偏危險的 因為相對性在中線其實就比較安全 因為比較不會有伺服車 對 對對對 田克要踩一下嗎 就1.8自然進去 對 但是我覺得一般夠用啦 因為我覺得 可以超啦 超得起來啦 超車OK啦 Toyota的調性一直都是在於說 我從起步的時候 我踩很輕 我的動力就來 他倒不是說什麼馬力多大聲 對 然後我必須講 有一個小小確定 就是像現在我們開到110 120的時候 我們在 如果要再開上去的時候 就相對性會比較吃力一點 嗯 對 電的強項是在起步速度 對 那在中尾段是相對性比較辛苦一點點 我幫你開回一般模式 我前幾天也有開這條 開Supra 喔好爽喔 天啊 那個聖上街是不是都起來了 對我拍錯久了 哈哈哈哈 我怎麼好像久了 你怎麼回事 現在黃色是什麼 黃色就是電 電出去 喔電出去 電在跑 藍色在回衝 沒錯 那紅色就是油 就是油 這樣就是油了 油了 OK 這個導航呢 我真的是很喜歡的 真的喔 有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節目 那我個人如果有選導航系統 你會加加什麼 你說 客人有買這套系統 你會加加什麼 不會 呀 哈哈哈哈 不是 那個只能謝謝客人 哈哈哈哈 這很簡單嘛 你家的所有的東西 不一定符合下一個 對啦 沒錯啊 我們只能謝謝你 然後多請你喝一杯咖啡 哈哈哈哈 這種東西就絕對 對我們來講是加分啊 但是你說我們今天賣給客人之後 欸 前車主改車超好的 他花了三萬耶 然後你要不要多花三萬買 可是我跟你講 不要 買這種車可能也不要花三萬 然後這邊就不要吵 這邊一隻 前面又一隻 我現在可以到80 對 所以前面有紅色後面是黃色 就是它一起 對 然後現在紅色就是引擎 沒錯 沒錯 有了有了 它那個 車道維持 對 我們靠內吧 我覺得剛剛那個路段 應該是它的線沒有很明顯 因為我剛剛有特別注意 它那邊線其實是有些是活掉的 哦 因為像以Focus來講的話 在那個地方 它其實一經過路口 它也就直接跳掉 所以我覺得還好 要進去下去 因為我覺得 這種自動駕駛的核心 還是在於全數一倍CC 沒錯 對 平均油耗都可以到20幾 差不多 差不多 以油電來說差不多 因為我沒有長期的持有上移 就是它改款前的CC 但是你就本身就是CC車主 嗯 你覺得它的隔音 是有感的嗎 隔音的增加 現在這個嗎 對 是有感增加 我覺得有差 有差 對 是哪個部分有差 胎罩聲音呢 我覺得應該是門皮啦 門皮這邊應該是有塞東西 就這邊的 但是這個好像是只有頂規才有 對 對啊 因為我的噪音聲其實很大 很大 因為我的 我的三萬就換了 這個好像不能上 我偏要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 這實際車主反饋比較準 對啦 所以確實是有感的 有感 因為我剛剛其實一直在 上快速道路之後 我一直在注意隔音這個部分 我只能講 它不會很差 但是因為我沒有辦法去做比較 所以但我認為它的噪音是還好 都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我要自動遠光燈 對 我要問一個 GR版本 就是只有差在 避震嗎 還是連後懸吊 後懸吊 後懸吊 那個系統有加出 喔 它的扭力量 它的拖音幣是加出的 對對對 GR會比它再 點一點 對對對 比較舒適 對啊 尤其是過山區的時候 相對性能溫很多 對啊 那像現在都TNGA 沒錯 沒錯 這一台有沒有跟其他台 是同一個底盤平台 還是就它 就它了 就它了 嗯 那它跟Artist是 扣除掉 獨立懸吊 跟扭力量 它是同一個嗎 就只是插在一個扭力量 一個是多連桿這樣子 嗯 對 所以它叫Corora Cross 對 應該是同一個 沒錯 CC 降價錢我們是前一兩個禮拜才知道 嗯 我在 我為什麼剛才你們說降價 我會搖頭 是因為我上個月 八月份的時候 我一堆客人 我全部跟客人說 一定都會漲價 嗯 你家電子手擦車怎麼可能不降價 對 要不降價 會被罵死 我就被罵啦 我被客人罵 我都不好意思講 我還有一個客人是月出訂的 然後月底交 我知道前幾天他已經領牌了 我只好摸摸鼻子 我不敢講話 你知道嗎 這個就變成我很尷尬的地方 你知道嗎 對客戶是好的啦 當然當然 對 對之前消費者來說 只能跟他們說不好意思 招賣招享受 我真的不知道 要問一個就是 現在目前都還是 應該都還沒有出到這一版的車出去 已經在交了 已經有開始在交了 已經開始在交了 那接單的部分是 油店賣得多 還是汽油賣得多 論CP值來說 其實油店一定會比較多 對 但是 使用者客群來說 因為台灣普遍消費者 其實 我們以自用車來說 其實汽油還是偏多 像我這個月的平均比數的話 其實六台都汽油 一台油店了 對 我剛好都推客人汽油 客人也覺得汽油就OK了 里程數不高的話 對啦 你可以省下這些價值 是啊 因為你們其實有一部分是賣營業車 那營業車的話 現在油店的比率有比較高嗎 油店一定都是油店的 率子都比較高 他買汽油會被我們被我們笑 先笑他 好還有一個問題 就因為現在也出了Yaris Cross 它Yaris Cross跟Corolla Cross 它的客群 就是來的時候兩台都會看會去比較嗎 還是不太一樣 超多超多 超多到爆炸 那當然我們也要先去篩選客人的屬性是什麼 對 我們做最簡單的就是 它的使用的模式是什麼 比如說是我們正常人可能會有常 可能上高速公路去中南部之類的 那可能我們還是會主力可能會建議他買CC 對 因為畢竟CC數不同 那個光是那個超車感就會不一樣 一定的 因為光是Yaris 因為它就單純是小CC數的車子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你上一把以後你要超車 你會發現只有聲音沒有馬力 它其實就是跟Sienta那個1.5的是一樣的 我簡單說如果是Yaris我們主要公路的客群 還是會以可能市區代步的需求為主的客人 對 這邊就可以看一下360公路 那好環境 它環境畫質不錯 因為我Yaris Cross 讓我很驚豔的是 它的空間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嗯哼哼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它到底跟Corolla Cross 它的客群會不會巧合 其實衝碟很多啦老實說 對啊 因為相較底下來的話 其實Yaris Cross才是 更像Cross over給我的那種感覺 就是再更小一點 再更緊湊一點 嗯哼哼 好 歡迎使用360環境 OK沒問題 我以為是有自動停車 喔沒有喔 不好意思沒有喔 自動停車 那今天很感謝志倫 特地去幫我們簽了一台Hybrid版 應該說HEV 對 HEV油電的版本 旗艦版來讓我們試駕 它也不會說像一般可能大家講 TOTA很喘啊很晃啊 但是說真的我是沒有認為是有多晃 因為我認為它反而 畢竟它賣那麼好 大家也都不是白癡 就是這麼晃這麼喘 大家也不會來買 但是就是真的它是 提供了一個很良好的舒適度 沒錯 有沒有什麼想要跟我們消費者講的 如果有購車需求的話 可以來指名找我 我在新莊旗艦店這邊 那不論是東南西北 甚至是外島 我都有在做服務 如果有任何需求 或想要了解的部分 讓你們知道 目前當下的優惠力度在哪裡 那基本上 因為是看Ken哥的影片過來的 只要在這個地方跟我說一下 我的優惠力度 我一定不會讓你們失望 因為我們這邊是全台灣 第一名的營業所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錄影存在喔 錄影存在喔 那剛剛有聊到就是 欸你好像也會 倒斧交車對不對 當然沒問題 我明天還要去龍潭 你還要去龍潭 我上個禮拜才剛從台中回來 我從台中回來 對對對 那你最遠交到哪裡 金門 金門不是拖過去 你人也過去 我第一次當然是想說還是拖過去 但是自從那一次以後我就聰明了 我就不跟船 對 金門的話是到高雄嗎 沒有沒有 喔台北港 台北港 很貴耶那很貴 多花一萬多塊 還好客人理解 現在後面輕鬆了 因為他那邊現在開了一個 是Toyota綁廠 我們可以在那邊委託交車 我們忍不過去 資料都送過去 那還好 對 因為我們自己賣一種股車 我們在金門的話 我們就去台北港拖 或過去這樣子 對 那比較麻煩的是澎湖 澎湖就要到嘉義 還是到高雄我忘記 好像是高雄 對 坐高雄港那邊 對 我沒去過了澎湖就沒去過了 對啊 那因為這幾年 金門真的蠻多的好了 嗯 這兩三年三四年 就蠻多人 金門來陸續換車的 如果以我的角度的話 我可能不會選GR10個 哈哈哈哈 因為我改款 我就是要他外觀不一樣 再改成那樣類似RX的那種 通力套件的 才會有比較大的差別 沒錯沒錯沒錯 很感謝 非常謝謝 來 謝謝謝謝 謝謝 Ken哥 來 講到重點了 嗯 隔音啊 高規有 這邊 你是後尾門 還是全部 好像是後尾門 跟這邊好像有做 然後 高規低規沒有 所以捷運菜那台沒有 他那台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看他 我看他拆裡面沒有 我也看沒有 所以他 還是說他是在 後尾門 這我不清楚 但是的確在這個門的重量 對 我自己在天天在開 有差 有差 理解 好 對 我看他 好 沒錯 我看他 很難以為 是 我看他 那 是 是